欢迎订阅 今天80公里熏放 拉一下体能 歌会里面的鸽子早一段时间 基本上都生病了 会场就提出拉一下体能 给鸽子短距驴熏放 昨天晚上送鸽子的时候我还在想 这个天气已经了 万一下雨怎么办 结果今天真下雨 本来是在家里面等鸽子的 没请掉假 没办法 今天不能在家等鸽子了 咱家有监控没事的 监控里也能看到他们回来 我等一下看一下这个踏板 我是给它打开的 我这个口罩上面有个叫环呢 我测试一下 嗯 来了报道 他也会想呢 到时候手机上也能看到他们来几只 参加了二十二只 参加了二十二只 现在家里面的鸽子就这几只了 我们看能回来多少雨吧 今天这个天气再加上他们大病出狱 心里没底啊 心里没底啊 朋友们 鸽子都回来了啊 二十二雨 一雨都没有落下 都来了 好了 刚才我鼠鸽子啊 还给它们弄水 我就准备提出去啊 一下子给提漏了 有的鸽子还没喝到水 我这个水壶里面有乾坤的 后期给朋友们分享啊 都回来了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 等一下给朋友们看一下 视频到最后 也让大家测一下 看看他们放鸽子 各位有吗 请你们欢迎 我们羊头里四眼挖这个系 同时停了个指望的 天天是 三十开龙啊 这边日下的 一会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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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等 而且距离 我们全地停了 趁着火火区 天情往开了 各位各位们啊 俱乐部决定啊 四个鸽子脱回 到羊肉宝宝 找个地方放船 这个到现在还是 需要雨收入的 这就停不下来 而且别人不用打碰 决定脱回啊 走开了 各位各位 这个是日回到羊肉啊 现在开楼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